新媒体让艺术有不同于以往的呈现方式 这一次故宫举办的狼狮名展 选出15件作品 用数位拧针的方式输出原画 解析度达到了4K 连动物的毛发都能一根一根看得清楚 而结合手机APP 我们可以体验行动导览 透过侦测与蓝牙技术 参观民众和摆军图互动 新科技带领大家穿越时空 他的曾经是历史考卷上的答案 待在清朝皇宫画了51年 他的作品保留到300年后的现在 有了新样貌 来到故宫看狼狮名画孔雀 可不能只有好漂亮 或是好像这形容词 现在故宫有办法让画摸起来 新科技带我们穿越 穿越到300年前 狼氏名画孔雀开屏的现场 这幅画我们常用 语色精彩幻目来形容 但是听起来好抽象 新科技用智能薄膜 透过电压来改变它的颜色 现在它认为 我是一只要来跟它争地盘的 公孔雀 于是它开屏给我看 原来我踩进红外线感测区 触动电压装置 薄度只有0.3公里的智慧薄膜 跟着电流变换透明度 再由无接缝投影 投出七彩光芒 看见如此毛雨艳丽的对手 比输的赶紧收起尾巴闪边去 华科技也补足了 隔着玻璃看画 探头卡位的那种缺憾 号称乾隆最爱 画石郡土里的雪点标 跳出恒温恒湿的展示柜 我看见它深邃的双眼皮 只要补足一个缺点 因为画作你不可能这样趴 这么近看 光学触控萤幕 创造一个贴近放大的心事角 还有音就很细域的眼神 对 要表达很细致到位 我很想进去摸一下其实 太像真的了 对 非常的棒 我只有天哪这个词来形容 我也想到老师您画一下百郡图 这是透过蓝牙科技 来跟观众的一个互动 我来写一个中字 透过蓝牙科技传递到荧幕上去 世界翻译中出现在百郡图里 触控科技 蓝牙传输 加上4K电视 新科技串起惊喜 也把观众拉进来 都要做得很逼真的话 那是难度很高的 像我们这次就是用了很多4K的技术 因为只有4K才能把那些冬的毛发 做得一根根都像真的这样子 老师你是一个县城的美术总监 因为他所有的角色的设定 然后几乎都帮你设定得好 我们只要去把它如真的 把它呈现在这个数位世界里面 觉得好玩想了解更多 故宫想给游客新感受 花了一年筹备狼士宁新媒体展 海棠玉兰做成纸胶带 摆俊图成了拼图便利贴 这些古老都以新的样貌再现风华 朱珍 红线在领口排出黑衣女刺客独有的冷烈 旗袍师傅陈忠信是聂影娘的裁风师 50年老手艺透过电影被保存下来 这些打样草图跟想象 变成手上的一件美好 舒淇在高山拍戏怕冷 城中性灵机一动 拿两层纱布固定羊毛绒 冷风不再刺骨 金金乐的变形跟舒淇的两个都一样 这个福堡里面就加羊毛龙 才不会冷 对啊 后来就是给他做一件内衣 里面加羊毛龙 他穿起来很高兴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以前 那时候做过的 那个年代才有 才会做 镜头前舒淇穿的暖 却能保有刺客来去无踪的飘逸 城中性跟侯孝贤合作 是靠美术指导黄文英牵线 1998年合作完成海上花戏服 团队默契一直都在 难题却从没少过 布又那么薄 上面又贴这个上面那么重 你要做怎样办法 听起来是气话 空空而云彩依下摆很难做 我们却秀出被肯定的骄傲 利用一些杂碎的布 五层捡起来 车在上面 这个画好了 也一个圆圈 然后拿去剪 黑的有金的 就是变成彩色的立体厨 走进电影院才知道 云彩一下摆的镜头 都被剪掉了 城中性却不觉可惜 这一次我投导的是在看他的风景 他怎样抓那个镜头 就是以后留着自己说以后的东西 原稿出来要怎样去抓 但是能说交给他下一档要怎样 再来兵就对了 那你这样也像侠客 不管他就是做多久就做多久 当传统的细腻愿意接下挑战 新科技跨界串起百年画意 看得见摸得到 便能穿越古今东西 看透虚实动静 TVBS新闻潘玉文 尤浩婷台北报导 感谢观看